欢迎各位校友来参加北美校友会44届年会 是奖座之一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营养和健康 那么今天的流程是由我们的北美校友会会长 卢国文先给大家做个介绍 下面是我们的罗医生给我们大家做这个主题演讲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请在最后我们会有QA session 所以的话到时候那个时候 我们再开麦和开视频来提问和问答 那我们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北美校友会的会长 卢国文会长 大家好 谢谢李秘书商的开场 我是卢国文 我们这个是世界世界年会的奖座系列 第五奖主要是 方文校友请来了 就是说圣灵科专家 卢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从医生的角度看营养和健康 那么每次讲座之间呢 我想从这个机会啊 因为有些参与的校友可能 听的可能对以前的这大校友会 北美这大校友会不是那么清楚啊 北美这大校友会呢 是1976年有一批 经过这大西签的老学长们在美国成立的啊 那么现在已经44年了 那么经过这个44年的话呢 现在我们在主要的一些城市 效益比较集中的地方已经成为了39个地方校友会 我们估计大概有2到3万的这大校友在北美啊 那北美这大校友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就是它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地方找开联会 就是说通过这个联会 联以过敌的校友 所以今年呢 由于COVID-19新冠病毒的影响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线下 到某一个会议场所 大家这个联会 那么所以为了保持这个年会的连续性呢 我们今年就是通过线上年会的方式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 想通过一系列的讲座 来联以校友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的讲座 就是其中的活动之一啊 那关于因为 校友会的这个各种信息很多 那么这里我也不赚用讲座太多时间 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呢 可以到我们的website cjua.org 去这个去看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啊 另外我们也有微信公众号 cjua2976 我们的很多活动通知都会从这里发出来 大家也可以这个subscribe 那么那接下去我就把这个 叫个方明校友 请方明校友介绍一下卢医生 随后我们就开始 我这个话已经通了是吧 那个是unmute的 你们听得到吗 听得到 可以 你好你好 那个我介绍那个David 他跟我好朋友认识很多年 我们一起在Kaiser工作过 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在UC Berkeley念的 后来去了台湾念的医学院 再回到美国那个做住院医 从内科的resident开始做 然后做圣科的fellow 那个在Washington St. Louis 这是美国几个顶尖的医学院之一 完了之后他就到Kaiser做了30多年 在Kaiser做他的总部那个医院 就奥克兰的Kaiser做的那个 Chief of Nephrology 然后呢 在很多给Kaiser里面 包括肾上的管理 慢性病的管理 透析做了很多的贡献 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然后呢他退休之后 做很多的公益活动 到大陆去 因为大陆的患那个 那个中末期肾病 需要偷窃的病人越来越多 所以他看到很着急 就是怎么样从医生的角度 把疾病的预防给抓起来 预防那个肾衰 那个可以减轻很多的受害负担 增加那个保持劳动力 所以他自己在那个医学 饮食营养疾病的预防方面 都很有研究 那么这是卢会长在讲 他是 大家不知道怎么吃 饮食方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所以呢 David做过这方面的讲座 我就请了他来给大家讲一下 那同时要讲 他从医生的角度 甚克的角度 怎么样是可以降低 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什么 饮食方面 对这个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来听听那个David 给我们介绍 直接我们的日常生活 对我们的疾病 对我们不养不痛的富贵病 像高血压糖尿病 以及以后的中风心脑血管病 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David请你 谢谢大家 谢谢会长 谢谢方明 老朋友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 今天真的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个圣科 在医学三十多年一些心得 这大历史悠久 我相信 刚刚听了会长说 在北美有几万个校友 我想遍布全国 哪个这种来的 很厉害的那个医生 那我的老师呢 也是喜欢很多 喜欢都不得了 他就不太要满 有一个 有一个农场 中风的布朗 但我们的经历 慢慢的这个 左边是我当年在 Saint Louis 在美国中部也住过 现在已经回到 就 那个圣科 培训之后 就回到 旧金山了 那我在左边 放了一些同学 在Pioria Illinois 他家门口的那些风树 非常漂亮 肯定你们也会有 校友 在美国中部 东部那个地方 右边呢 那我放了我工作的场景 我先不说那个 我先讲我的disclosure 今天这个分享 是完全没有商业意识 不会提用任何药物 其实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把自己跟家人 看好 右边是我的微信号 很容易记 在旧金山的圣科医生 右边呢 是一个透析中心 两个场景 上半是在亚洲 在日本 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 一般透析都是用糖的 所以那里工作非常繁忙 生意非常好 下半右下角那边是在北美 在德国 资料都是用做的 不管是用糖的 是用做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 非常兴奋 我从进博客来 到真正出来行医 作为主诊医生 经历了19年 我终于能够试试看 我能不能把病人治好 经过30年 4年 5年 我非常沮丧 我没有办法把病人治好 每一个病人 到了末期胜衰 来 透析中心 来的时间或长或短 有一天就不在了 所以在 有一句话 那个时候 有一点感伤 透析中心 并不会让一个人快乐 并不会让一个人健康 更不会让减轻家人的负担 那就像一个music chair 今天有人坐这个床外 改天可能是另外人 但是这个透析中心 永远是繁忙的 大家看看左下方 左下方是前年 在国内一个警区拍个照片 看到一个年轻父亲 替女儿拍个照片 那个是那么多开心的一个事情 那个是一个周末 大家想想看 万一是那个父亲 到这个透析中心治疗 那个女儿 对女儿会有造成什么冲击 万一是那个女儿需要透析 那个家长 作为家长会有什么想法 所以我一直认为 大家应该更珍惜 那个既有的健康 尽可能维护健康 所以今天的这个分 我分四部分 第一个就是亲情 我们深深体会到亲情 才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第二部分我们会讲体检 我相信大家在美国 那个健康保险 你们大家都会有数字 那国内的亲人 他们也会做体检 而且非常多 但是呢 国内的做完体检以后 怎么样把那些数据用上 让下一年的体检更好 是基本上是没有人关心的 维护健康 每天三餐是非常重要 要把握哪三大原则 我会跟大家讲 最重要是要跟进 跟进是希望做什么 希望降低新血管疾病风险 如果在美国想得到这些健康 讯息非常容易 以前我念博克莱 博克莱有一个通讯在左边 很多讯息都是免费的 如果有兴趣可以订阅它 有个月刊在左边 你到那个用核搜索引擎 只要把左上方 用绿色框框 那个健康 还有那个通讯打进去 就要好多个 右边右上方是哈佛的 它也有很多免费的讯息 有兴趣可以订阅它那个通讯 有各种针对男性的 对新血管疾病的 它都有 那如果有校友当中 有人到梅奥的 肯定知道梅奥也有它的资料 这些对大家应该都有用 那如果说到 我以前的老东家凯撒 这个网址非常容易记 就kp.org 可以它的到那个绿色框框的地方 有大量免费的维护健康的讯息 右下角我把它分类 一二三四 第一个就是如何维护健康 那是最重要的了 那第二呢 如果大家对所用的西药 或者中药草药有兴趣 那里也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第三 对个别的病种想了解 那第三 第四就是如果是会员的话 它有一些网上 还有到它分院的一些课程 可以参加 生命需要规划 就像我们买房子贷款 或者买车子 或者为我们小孩申请学校 对我们人生需要规划的 这个是在中华文化比较少讲的题目 大家既然在北美生活 有机会多多了解 我是鼓励大家 也是同样到凯撒的网页 把这个life care planning打进去 就可以有这个公益性的 免费的资料帮助大家 很多很多资料对我们有用 但是对国内的亲戚用不上 他们不知道有这个讯息 过去这些年来 特别是最近这三十年四十年 每个人都非常努力 就像大家一样 为自己为自己家人出力 我前年在杭州东站 看到下方有一个广告 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 非常有意思 我给它拍下来 这个年轻人在业务上 他说他两年当中行车礼数 恰好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我到这个保险公司的网页 找到另一副 这个也是非常用心工作的年轻人 刚刚我没有跟大家说 那个景区在哪里 那在那一天我拍了 左上角那个照片 那个是在南京 南京以南半小溪车城 叫牛首山的风景区 说不定你们当中有人也去过 那天是19年的5月 心血来潮 我干了一个从来没有干的事 在那里我给大家祈福牌坊 我没事我就去翻那些牌 那边至少有几百个上千都有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左下角 写下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新的一年事事顺利 看看旁边那个 希望全家人幸福安康 我们看看右下角 是二月二色 祝我宝贝平安 我们看看右上角 那里有没有看到木牌上 一些斑点 因为那个都是走在 挂在那个树上 挂在那个行径上 潮湿 他们同样的说 我希望我的家人身体健康 愿我的女儿 还有希望生意兴隆 他们虽然在外地努力 他们心里永远忘不了家人 在这个时代 吃什么不重要了 是跟谁吃更重要 左边照片看起来 好像老球一点 右边是新的 比较新 看看正中央下方 我们每一天辛劳 也不是为了好日子 抱着孙子看他成长 这个都是大家所希望的 在正中央 我放了两个大拇指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我心中有你 你心中有我 我们常常想着彼此 我们希望这个家庭 美人快乐 健康 所以把这个维护健康的议题 把一家人带上 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一家人的事情 你不要关心自己 你家人会关心你 你只要关心你家人就好了 我刚刚没有提醒大家 我刻意没有讲 在这十个牌子里面 我说九个是关于健康 祝愿家人健康 里面 我说不到百分之十 是自己健康 我可以把它放大 看看右下方 有个黄色箭头 是2019年2月5号初一 是一位女生写的 是名字叫许安 她祝自己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很明显的 希望健康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不一定知道 怎么做 右上方是原来健康 可爱的小孩子 不知不觉当中 在成长过程当中 都变得不健康 大家正中央看到 这个图像 是去年5月 我在贵州 讲课的时候 在住的餐厅 饭店的餐厅 拍的早餐的场景 看到每一个人 鼓鼻雄腰 不健康 回到房间 看看新闻报道 坐上角 是管理的官员 右上角 是当地的医生 看看 那个公务员下方 是唯一一个 比较好看的 女孩子的照片 那个是电视上 非常误饶 年轻小女孩 看起来很健康 但是过了那个时代 从左边 28 9 30 样子就明显走样了 那实在太多了 这就是在安徽 红村 看到正中央 为父母拍照的 中年人 他自己非常不健康 这些七年来到国内 一边教学 一边游览 以前很明显 在景区 知道谁是游客 就像正中央这一位 左手拿着烟 然后腹部 颈部 脖子有双下巴 很可 特别难过 是最近这两三年 在贵州 偏远的地方 招待客人 管理那个旅社 那些东家 跟游客是同一个样子了 游客带来财富 他们把自己的健康 也放弃了 这个是国内 今年发布的 国内的多种 严重疾病的发生 盛行地区 基本上全国都 民众都在生病 以前在60年代 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不到10% 所以用在医疗上 全世界都一样 看看左半的那里 我特别指出美国 美国在1994年 大概是25年前 全国生产毛额GDP 不到10% 是用在健康医疗方面的 看看右上角 经过30年 已经上升到18%了 所以这个是会继续往上 这个也是为什么 美国已经失去 它的在世界上竞争力了 那右下角 2016年 平均每一个人 每一年花费是1万美元 相对1970年 是那个5倍 那在世界上 美国在哪里 平均收入是不到6万块 但是每人每年 花大概9000块 在健康医疗上 那中国呢 中国是蓝色箭头 根据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信息的比较 收入的不到200美元 那在2014年 大概2000美元 花费平均 在健康医疗上 在我的本行 圣科 这个是今年发布的数据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 因为圣病是非常盛行 大家日常生活可能接受不到 但是如果多跟家乡的亲友谈一谈 肯定是他们是知道的 在我到国内教学 2012年开始 到2019年 血液透析的人数增加了大概三倍 抚摸透析也增加了相当 差不多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6年在左下角 2016年 在中国血液透析 大概不到50万 但是呢 在2017年已经超过了 所以2017年 在国内血液透析的病人 已经超过在美国 血液透析的病人 而且不断甘生 这上面那一行 就是年增长率 每一个数字 就是出目惊心 都比GDP增长来得快 表示这个是没有办法 持续支撑的 右边腐末透析增加 稍微好一点 所以在2019年 国内有63万人 在做血液透析 有10万人在抚摸透析 这个是我真正要说的就是 在透析人口增加的同时 死亡速度 还要增加的更快 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死亡人数在左下方 从一年的1万8 增长到2万4 再增长到3万6 我们没有办法照顾 这么多透析病人 这个期许增长的 还有多少年呢 我们看看右边 是美国的经验 这种快速增长 延续了25到30年之长 国内是刚刚开始 所以可能大家认为 今天我讲的课 内容是怎么样帮助大家 在北美维护健康 那个是我部分的目的 我真正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听懂 我要讲的话 能够帮助各位在国内的家人 跟亲戚 把这些维护健康的讯息 传递给他们 他们都知道 刚刚给大家讲到都是数字 如果大家看看 2019年发布的讯息 在四川省 很多数字 大家就看右边就好了 2011年到2016年 在四川省 有三万个新的透析病人 为什么我把两个红色框框分开呢 我以60岁作为分界点 下方是60岁以上的人 大概是一万多 不到60岁需要透析的病人 大家可以看到一万八 在四川省 平均开始透析病人的年纪 是53岁 在美国是67岁 在台湾是69岁 这些年轻病人开始透析 他上有老 下有小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数字 他代表一个家庭 家庭里面有很多人 代表很多年代 非常难过 如果下一次回国内探亲 看到身边有年轻人 肚子稍微有点大 我们作为医护人员 需要聊 我们都知道 这种脂肪的分布 不只是在表面 而是分布在全身 体内血管 右上方这些图片都非常重要 可能大家都没有看过 右上方第一排 是一条牛的主动脉 非常健康 牛吃草 非常健康 所以它的主动脉是粉红色的 有没有看到 稍微偏左的那个图 有两个金属 只有勾勾 把那个撑开 可以看到 那个血管的壁是非常薄的 表面是非常平滑 粉红色 那是好的血管 第二行是一个年轻人 在韩战的时候 韩战的时候 50年代 一些战士牺牲了 19岁 运回美国本土做血泊 已经可以看到 当年那些年轻人都吃肉比较多 看到他们的主动脉 已经开始 有一些胆固存斑块的形成 胆固存斑块形成需要时间 需要从第三行 那个从表浅 那个血管内壁慢慢增后 让这个血管壁变后 最右下方是一个60多岁的 大体检查 破开主动脉 可以看到 这条血管是充满病变 充满胆固存斑块 跟最上方的那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看到 身边的左边的年轻人 或者看到远房近期 他们没有注意身体 我要让大家的习惯了解 他体内是右边这个状态 肾病是伴随心血管疾病 这个我们就跳过去 再跳过 这个也是在那天 2019年在那个景区 在南京 大家有没有看到 问题处在哪里 这不单是一个年轻人 大概30出头吧 他在低着头看手机 南郭的地方在哪里 南郭在左边 婴儿推车 他小孩在哪里 在右边 如果这个爸爸生病了 他没有把他照顾好 生病了 出了事了 透析了 小孩怎么办 那你要想想看 如果这个爸爸 没有把身体照顾好 他有没有能力 把他的女儿照顾好呢 所以照顾健康 关注维护健康 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个人永远做不好 你要把家人照顾好 家人把你照顾好 才会真正把事情做好 左边 大家看到 我到河北 讲课 我让大家 所有医务人员习惯 在他们跟着茶房 跟病人交谈的时候 训练那些病人 把两个大拇指竖起来 代表什么 代表他跟家人 是联系在一起的 右上方 这个爸爸 有点肥胖 不要把他当着靶子打 那是完全没效 让他把他的小孩带好 这样的话 这个一家才会幸福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要讲体检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做体检 可能跟以前 在国内做的体检 比较 美国做的体检项目 好像检查没有那么多 那在国内 最左边 这个健康体检报告 很多人都做 很多单位 每年都安排员工去做这些 但是问那些 他们完全不知道 做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跟他们讲解 很容易分辨 那我都说 你想多了解 你的血压呢 就是你到那个体检中心 它不都会量血压 量体重吗 还是你想多 你认为宴血数据比较精准 你想先知道宴血结果的背后的意义吗 很多人说 那我相信宴血报告 那在左半呢 那个有一个团队来做体检 我把他的年龄分三 三组 左下方是20到40岁左右 然后40到50 50到70 有三个组 然后看这三组人的血糖 大家很明显看到 年纪越大 血糖 高的比例 比较多 对不对 然后把性别分开 男跟女 发现问题出在男的那里 蛮有趣的 我们看第二个指标 国内很多人都有痛风 我们再看看年龄的分布 很明显的 尿酸高 有痛风 年纪大的 但是呢 这个病啊 在20到39岁 那个群呢 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也把 以性别分开 在右边 男跟女 问题呢 住在男的那里 女性 女同志呢 是所谓 可以说安全的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指标 这个是胆固醇 看看左边 可以看到呢 50到69 有问题 三分之二的病人呢 血脂是高的 40到49 也是很多人高 其实啊 最可怕是 在20到39 问题一大堆 看看右边 已经不再分男跟女了 所以我鼓励大家 把 如果有做体检的话 拿出来稍微看一看 不单看自己 还有看看家人 看看一家人 能够一起做什么 做什么事情 那把厌血结果 讲完了 我就说 那我们看看体重 跟血压 体重 BMI 就是看正中央 把体重处于 身高的平方 可以算出一个数值 叫BMI 18到25 在西方算是正常 25到30 在西方说超重 超过30 是肥胖 超过25 越高 死亡风险 就越高 但是要记住 这个是西方白人 在亚洲人 在最下面那一行 只要超过23 得患糖尿病风险 就会上升 同样的 我们把性别分 男跟女 可以看到 男士 毛病比较多 难怪 在美国的保险公司 知道 女性 寿命会更长 我们看看血压 可能你们当中 不少人都会量血压 我们再看看 左边跟右边 男士同样的 从年纪轻 20到39 已经有不少人 血压已经高了 血压高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一个概念 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心脏在下缘 在左边 它用力把血液输出去 如果这个血管 状态是靠左半的那里 表示血管B 是健康的话 它能够扩张 会把冲力抵消掉 所以在周边 在手臂量血压的时候 数据会低一些 会低一些 但是 在如果 血管有病变 血管B越来越厚 它比较难被扩张 每一次心脏收缩的时候 那个压力 没有得到缓解 直接就传递到手臂上了 所以血压就会高起来了 第二就是收缩 身高的背后的原因 再重复一遍 非常重要 我不单单是要跟各位讲解 我希望能够帮助 我希望能够帮助各位 帮助在家乡的亲戚家人 讲清楚 同样的 在上半 就是心脏要收缩 它血液从胸部 传递到手臂的过程当中 血管健康的话 它有弹性 跟橡皮圈一样 它会扩张 所以传递到对右边的血压剂的时候 收缩压并不会那么高 但是如果有病变的时候 它变得硬了 它不能被扩张 所以收缩压 心脏的时候就会高了 好 这个了解以后 我们看看下半 下半有一些实例 我们先看看 左边那边标示健康 所以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108、70是个健康的毒素血压 118、74 我自己的血压 现在63岁也是这样的血压 那122、76也可以 但是如果您有朋友 有患上高血压 他是30来岁、40岁 普遍上数字就是在蓝色那里 高的地方有88、100、102 收缩压可能是138、148、160 是这样子一个数字 那老人家60几、70几 看看最右边 这个时候上面的数字 红色那里更高了 178、184 大家都了解吗 刚刚已经讲到了 如果血管硬化 它不能扩张 不能抵消那个冲力 得出来的数字就是高了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收缩压越高 表示病变越严重 它既然不能被扩张 它回弹就会减弱 所以看到184下方 下面的数字往往是70 我们再往左边看 健康的血压是三个 108、70 上面减下面是多少 我们叫脉压38 然后44 118减70是44 或者122减76是46 这个我们叫健康的脉压 这个在你的血压以上 没有显示 但是很容易相减 你就知道了 在高血压 壮年的人高血压 可以看到逐渐 随着收缩压 随着血管壁的病变 那个脉压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橘色的显示 60 60以上 基本上 你看到这个数字 知道 你眼前这位亲人 他体内的血管到底健康 而是不健康 所以 比起一个厌血结果 我们很简易 获取的血压数字 其实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事情 而且也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去改善 如果是壮年人血压高 是因为疏脏压高 那个压力是靠两个来源 一个是血管回弹 血管还能够弹回来 但是如果 盐分多了 他血压就高 所以你改变饮食 你就能够改善 你的高疏脏压 88 100 100 全部都能够改善 右边呢 血管壁硬化 等一下我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血管会硬掉 我们现在进行到 第三部分 就讲到饮食 健康饮食三大原则 很多人都说 我应该吃什么 那个只是三分之一 大家要知道调味 要知道怎么去煮 这个是我们体系内 因为40多是一位经理 在左边男士 他47岁 有一天早上 七点起来 要去上班了 先去 大便 吓了一跳 因为出来全部都是鲜血 当然他吓了一跳 他去做检查 发现有个三公分的 直肠 恶性肿瘤 因为发现得早 把它切除 就没事了 那经过这一次住院 他静下心来说 我是不是应该 好好照顾好自己 他把烟戒掉 以食吃的健康 正中央 他在滑板 在水里面运动 那是经过五个月 五个月的改善生活方式 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九个月以后 他能够坚持下来 在右边跟他夫人一起 可以看到 他太太的变化不多 但他本人改了很多 可以看到 这个是有效的 在凯撒体系 我们很骄傲 在左上角 显示我们的成果 2000年到 2015年 2015年当中 我们改善了 会员的高血压状态 在左下角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比全美国的 高血压控制率 还来得差 当年全美国 换高血压 大概一半的人 得到控制 但是在北加州的凯撒 会员当中 大概四成 获得控制 所以当年 领导说 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可以看到 逐年改善 九年以后 控制率 上升到80% 到2015年 上升到90% 就是一个血压数字 能够对一个人的 整体健康 有什么 结果呢 就在正中央 发布在2018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15年当中 整个美国 因为心脏病而死亡 全美国下降了 百分之23 凯撒体系的会员 因为心脏病死亡率 下降了大概一半 在这15年当中 全美国因为中风 而死亡的人数 概率下降 百分之26 在凯撒医疗体系 下降了百分之55 因为我们策略不一样 不是看到一个血压高 我们就给他药片 我们是希望他 改变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 右边是我们以前的院长 分院院长 是一个妇产科医生 他说既然我们医院门口 有空地 他说我们每个礼拜五 早上开放免费 让附近的农民 在那边摆摊 让会员 让我们的雇员 医生护士很方便地 得到廉价健康的食物 改变生活方式 才能真正改变 血管的胆固存板块 能够降低死亡率 所以当我们说 改变高血压的背后 更重要是 让这个民众 与家人一起 改善自己的未来 如果年轻人 不重视这个事情 让他知道 及时回头 为他的家人好 健康饮食三大准则 在左边 一二三 食材 调味料 还有怎么煮 很多人都习惯 先讲你应该吃什么 我说更重要是怎么煮 我先讲 第三项 怎么煮 有分 左边跟右边 左边是用低温 怎么低温法 美国可以吃沙拉 不放心 可以用煮 蒸 蒜 对我们华人饮食 特别容易 我们非常熟悉 肉可以吃吗 切薄片 可以做火锅 尽量少吃右边的 蹲 烤 鱼 炸 因为那要把食物浇化 问题往往就出在那里 我们看看 现在左 从上到下 一个生鸡蛋 生鸡蛋 如果你不去 从母鸡屁股 把它抢过来 让母鸡继续蹲着 有个小鸡 会蹦出来给你看 是21天 所以那个就是生命了 那我们要从母鸡屁股 把它拿来吃 壳上有细菌 肯定 尽可能不要吃生鸡蛋 我们要煮熟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水煮 水煮蛋 也不错 有些人说水煮蛋吃多了 有点腻了 我煎荷包蛋 那个就问题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水煮蛋的蛋白 跟荷包蛋的蛋白 问题出在哪里 它们营养成分是完全一致的 问题是蛋白是焦了 原来没有的东西 我们再看看那个玉米 玉米刚摆在我们田里面 摆下来是左边那个模样 可以蒸或者煮 但是如果吃水煮腻了 味道不好 年轻人说我去烤 问题就出来了 一路要烤焦 肉呢 左边那块肉 以前是会走路的 是有生命的 那我要吃啊 切薄片 做丸子 用水煮水温 那如果你去烤的话 那也是问题出来了 看看右边烤有什么问题呢 我做了一个比方 男的都知道 像右边 汽车引擎要换机油 机油倒下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子的 那过了几个月以后呢 或者过了三千里 或者五千里 要换机油 出来油是什么模样啊 黑的嘛 臭的嘛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引擎很烫 把它烧 就变成那个样子了 大家会不会把那个黑的油 灌回那个汽车引擎里面呢 那换机油的事情 往往是男士做的 女生呢 往往在厨房 那我们炒菜用的油 本来是好的 橄榄油啊 玉米油 花生油 刚用的时候 那我们把油倒到锅里面 去炸鸡翅 鸡翅好吃 今天炸鸡翅 明天炸那个春卷 后天炸猪排 过了几天以后 墙壁上就有那个污垢 本来那个油是滑的 但是粘在墙上是粘的 那个油怎么会从润滑 冰黏的呢 因为经过温度了 温度把那个原来好好的东西 变得直 把这些非天然的东西 放在嘴巴 经过肠胃道吸收的血液循环 问题就出在那里 它会伤害那个血管的内皮层 然后促进胆固存 大家可能不知道胆固存是怎么来的 胆固存就是在大家眼前 就是在血管壁盛成 它是对伤害一种反应 多了以后 它会释放出在血清 大家去验血的时候 我的血脂高了 其实那就是正在反应 给大家了解你 过去这几年来 血管上有没有胆固存斑块 右下方现在很热门 就叫Air Fryer 右下方我们两个礼拜前买了 买了一个 但是把它退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加温 高温 它呢 它有空气 空气出来呢 会把那个威力子带到房间来 吸进去不好的 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中华文化有优势 我们从小只知道 东西可以用蒸 一个活生生一条鱼 你不会拿去做炸的鱼 活生生的鱼 你要去做蒸的鱼 或者日本你去吃鱼生 往往是不新鲜的鱼 你才会去用炸的 蛋呢 蛋是非常好的东西 很多人都担心 我吃蛋呢 我胆固醇会高 我跟您说 这个上海 也是18年 12月 年轻人 那天很好奇 隔壁年轻人 他抓了大概八个鸡蛋在吃 他盘子里面 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一面吃这个蛋 一面看手机 我忍不住 跟他说 我是圣科医生 非常关注饮食 我看到他这样吃 我很开心 因为一个鸡蛋的蛋白 就是最纯正 纯净的蛋白 完全吸收 完全没有浪费 他说 他看了我一下 他说 我这样吃 吃了八年了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他是个健康教练 他这样吃 吃了八年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出在哪里 我让大家提醒 吃鸡蛋 让他教 问题出在那里 我曾经照顾一个病人 64岁 糖尿病 在透析 他心梗 肺炎 住到医院 掉了半条命 瘦了40斤 出来以后 他说 楼医生 我能够吃什么 我说你吃鸡蛋 他说你要害我是不是 你知道我胆固醇高 我说不是 你胆固醇高 因为你每天都吃荷包蛋 你吃水煮蛋看看 两个月以后 但胆固醇比以前还要低 所以胆固醇 我希望能 这样能够帮助你 跟家人讲解 胆固醇是代表体内 受了不当食物 烹调的受的伤害 是造成的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讲 调味料跟食材 调味料分天然的左半 工厂是右半 大家很明显了解 天然的东西对我们都好 它跟我们同样存在 这个世界上 姜 葱 蒜 胡椒 辣椒 麻油 芹菜 香菜 柠檬汁 八角 我随便讲一讲 你可以随便用 不要用右边的 瓶装的 工厂生产的 盐 味精 鸡粉 瓶装的酱汁 广东人很喜欢吃蚝油 芥朗 不要再用蚝油了 番茄酱 小孩都很喜欢用来蘸 炸薯条 不要用了 里面一堆的添加物 盐又多 番茄酱怎么会盐多呢 它不是甜的吗 它放盐 它才不会长霉 然后再加更多的糖 把咸度盖过去 我们用中间的 以前可能用一点点 你用两倍三倍五倍 我跟国内的那些病友说 警察不会来抓你 不犯法 你这样做 会支持农民 增加他们的收入 是好事 最下方 注意不要一直在说味道 奢香 还有跟谁吃 还有气氛 餐具 心情 音乐 还有关注家人 未来的健康 这些都是机会 看看左边蓝色那里 为什么老一辈 吃的东西都这么咸 因为当时要夏天 努力工作 每天都夏天 流汗 要补回去 年轻人坐在办公室 好像我们在医院看病人 我们不流汗 不需要补充 当年生活没有冰箱 肉不放 抹盐上去就坏掉了 那我们现代人 有冰箱 所以并不需要 用这么多盐吧 当年家乡 家人都住在一起 但是大家离家 这么远 一万公里 要不要先管好自己健康 让家乡 乡亲父老少牵挂呢 如果你能够说服 你家人 因为现代生活改变了 以前 长辈亲戚要夏天 现在已经不耕田了 搬到屋里面住 生活改变 那我们不如把饮食也 也调整 家里有没有 亲戚有高血压呢 把家人管好 在过程当中 自己也会更好 右边一定要吃早餐 这样的话 午餐可以呢 晚一点吃 这样的话 晚饭就不一定吃了 我呢 都六十多 我没有再长身高 所以跟太太一样 一天吃两餐 非常健康 七分饱 记得老人家有说 七分饱 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什么改变 为什么一直以来 没有受到人重视呢 这个是我到国内才学到 以前我不知道 比如说病人到我诊所以前 血压高 我开了一样 我都说你三个月以后再来 在国内呢 我跟民众 我跟医护人员密切互动 可以很有信心告诉大家 改善饮食 本来的高血压 三个礼拜就会改善 血糖三个月就会改善 血脂要时间更长 大概五年 你让民众知道 他有个目标 他会坚持 他会把事情做好 看左上方 一个医生在杭州 在温岭 我就把他说出来了 一个盛科副主任 18年12月 他们帮我们送行 吴医中 知道他每天都会吃高血压药 我们说服他跟他的夫人一起努力 检严一个礼拜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血压 从16290 降到154 85 三个礼拜以后 变了130 77 他不再需要吃药了 对一个46岁的一个 副主任 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他说 我终于知道 怎么跟我的病人对话了 一个医生 如果没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好 我真的怀疑 他能不能把病人照顾好 同样的方式可以用在民众 右边是个北京的民众 从来没有见过面 透过语音的宣教 他从139 101 下降到122 85 能够有这个成绩 是因为他血管还没有硬化 他的收收压 能够从139 下降到122 如果浪费了10年 15年才干雨 那个时候血管都硬掉了 改变饮食可能会改善 他的输张压 101还是能够降到85 但是那个时候 139或者149 159就不会改善了 下方下半是我跟我夫人的血压 刚到杭州的时候 我的血压是114 71 养成习惯 大家算一下 卖压是43 一个63岁的老头 卖压43 应该算不错的吧 我太太比我年轻 血压109 60 算一下 卖压是多少 49 那在路程上 血压上升了 我的血压变了 144 84 血压移到 144 右上方有个橘色点 警讯 我太太血压更高 151 85 卖压都是60到70 很可怕 我们回到杭州 回到那个 那个 旅社 可以自己煮自己的东西 血压恢复了 所以终于松了一口气 尽早行动 早做早好 这个是给大家 一个提醒 那个是血压的改变 血糖呢 医生呢 应该有道德 用自己 医务人员先行嘛 但我就测试自己的血糖 上面跟下面曲线是一致的 左边那些数字不一样 左上半 左上方 是美国的毫克 几毫克 正常是100毫克 那国内是豪母 是左边可以看到5 左右 5.5 是正常血糖 我们先看上半 大家在美国嘛 可以看到 框起来是什么意思 左边有三个红框框 就是在中午时候啊 如果我吃一碗白米饭 有吃白米饭 可以看到在左边那个第一个框框那边 大概中午吃了以后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呢 我的血糖就升到大概150了 第二天同样的升到更高了 170了 第三天同样的 第四天 我说我中午呢 照样吃菜 甚至菜 芹菜啊 瓜类啊 多吃 但是就是那碗白饭不吃 有没有可以看到 蓝色框框 血糖完全没有上升 第五天 就是第二个蓝色框框 同样框起来的地方 绿色的曲线没有上升 第三第四 只要中午那个白米饭不吃进去 菜可以多吃 不饿 血糖就得空吃了 那我第12345 第八天 中午那晚白饭我吃回去 血糖要上升 连续两天 把白饭拿掉 又下去 怎么做这个 这个测血糖呢 现在非常简单 可以做一个长佩戴的 右上方可以跟大家有兴趣 可以跟自己的家庭医生谈一下 可以买得到 需要处方 可以测试14天 随时知道自己饮食 对血糖的影响 如果没有确诊糖尿病 可以透过这14天的佩戴 了解饮食需要如何改变 对于自己或者在国内 有需要的家人 是有帮助的 这个在左边 在60年代 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 23岁 他去看医生因为头疼 左边粉红色的血压 是230收缩压 舒张压是140 如果现在在美国 直接就住到 到急诊 住到病房 住到监护病房去了 大家看看下方 我用红色箭头 标示三个礼拜 他把盐巴拿掉 血压下降到170 到收缩压 舒张压是120 在60年代 没有几个血压剂 这个病人经过6个星期 55天 血压下降到135 90 这个是有效的 右边改善饮食 这是我照顾的病人 经过三个月 所以血压改善三个礼拜 血糖改善三个月 右边这个病人很有意思 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员工 他每年都做体检 然后右边红色框框 就是糖花血红蛋白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了解 这个病人也没有糖尿病 超过7就是确诊了 超过6就是不正常 超过7就是确诊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从下往上 下方2009年 可以看到右边2009年 6.7 是高的 然后隔了一年去体检 7.2更高 他跟医生说 我会努力 大家听了 这个就知道绝对不会成功 因为他说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 往往不够认真 如果是家人监督你 那就会比较会成功了 所以09到10 10到11 11到12 越来越高 13 10.2 这个没话说了吧 医生要开药了 他说医生啊 我是药剂师 我很怕药物有副作用 请你再给我 两个月的时间 我真的要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从他10.2那一天开始 他把所有碳水花和物拿掉 饮料全部拿掉 每天下班跑21英里 21英里 基本是跑马拉松 经过三四个月以后 可以看到10.2边的8.4 朋友说 开玩笑 我不相信你能坚持 既然朋友说不坚持 那个其实也是支持的方式之一 他就是不服气 他为药剂师 他对用药非常明白 他13年10月6.4 是这45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值 每一年的查体检完全正常 所以这个是做得到的 很多在美国很流行办公室 会跟早上带一些donut给朋友 或者中午大家到外面一起吃东西 我会给大家说 刚刚跟大家说是美国的 这个是文献 还有同事 其实在广东也会成功 看最左边的年轻人 36岁 99公斤 经过三个月 变得右边 81公斤 箭头指的地方 脸部很明显 那个双下巴改善 外国人做得到 我们中国人也做得到 关注点并不是外表 关注点是我要降低 体内血管的病变 让我们不要得心梗 让我们不要得脑梗 让我们不要得失智 我们用两个大拇指 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 让我们关心家人 让家人关心我们 我们远在北美 我们关心在国内的亲人 让国内的亲人关心 在国外的我们 这样的话 这个家庭更有可能维护健康 我做的事情做不到 我绝对不会要求病人做 这个是我家怎么吃 左上方是蔬菜用蒸的 蒸中央是三文鱼 颜色应该是稍微有点粉红的 我们不是用橘的 我们是用蒸的 但除了水煮还可以蒸啊 小时候我在香港长大 我母亲最喜欢装鸡蛋给我们吃了 不吃白米饭可以吃炒米饭呢 右下角那样子 右上方到西餐厅吃那个干贝 干贝呢是用煎的 我们当然可以煮汤 或者用蒸的 这个我到上海 他们知道我的要求 下半在上海 可以很容易获取现在饮食用蒸的 右下角是在家里怎么吃 上半这个年轻人一面吃早餐 一面还手机 他脸眼前那一杯柳橙汁 是不应该喝的 在我们医院的五个内分泌科医生 没有一个人同意喝果汁 对身体来说 糖分在一瞬间升得太高了 要吃水果原物是最好的 这位年轻人玩手机喝果汁 他的盘子里面看到菜叶子是很好 有黄瓜很好 但是不好就是火腿 那是人造的工厂出来的 这里是我吃的东西 是食物原物 所以健康饮食三个重点 刚刚说了最重要是温度 其次就是食材 这个是老老实实的 老天给我们的食材 这里看到已经不是老天给我们食材 但是多少有点宽度吧 对不对 面是人工做的 面又出什么问题呢 里面有盐分 所以大家不在夏天 不用担心盐不够 如果你吃面 不放酱汁 面里面做面条 做馒头 往往都要放盐巴 右边是粉 这里是好的东西 知道这个温度都是水温主的 这里上边坐飞机 你可以请他们提供你健康餐 下半呢 我们来新加坡跟太太游玩 三天吃得很开心 不会出问题的 吃得放心 让家人放心 左上角在上海 便利商店容易买得到小胡萝卜 大家可以看到在东莞生产 都有市场的 所以难度并不是如大家所想的那么多 住饭店 住旅馆 有饭店提供更健康的选项 这些都是可以吃的东西 晚上我没有吃晚餐 我们找这些黄豆 吃一吃就不饿了 这些都是好东西 没有一样是工厂出来做的东西 我给大家看看右边好多例子 健康的指向圈起来 蒸的豆腐 蒸的鱼 汤煮的丸子 这都是健康 其他都是高温 不健康的东西 这里六样 四样是健康的 两样不健康的 左下方 左边正中央 一个对比 大家眼前这里都是老天给的 只有左上角 是我们人类做的面条 但是其他都是老老实实的食材 很容易买得到 不要再吃那个蛋糕 我们吃水果 老天给的东西 眼前左下方 坐高铁 他们给的饼干 问题出在哪里 我用橘色框框圈起来 它有工厂生产 工厂生产肯定要有添加物 棕榈油是氢化的 跟下方正中央 那个人造奶油 虽然他说没有人工的添加物 但是他用氢气 把它固体化 它是非自然的东西 在国内非常流行 或者说在亚洲非常流行 喝三合一的咖啡粉 那是万万不可以碰的东西 奶精是不好的东西 大家可以到网页去留意一下 天然食材是可以多样式的 左边上方有黄色箭头指着 你去到非常有名的视线 那个频道去找 就可以找到 原来食材可以做出这么多奇奇怪怪 美妙的东西 都是没有添加物的 这么注重健康 我们说怕的是什么 怕的并不是血压高 怕的不是胆固醇上升 怕的是我们未来十年日子过得怎么样 未来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 右下方是CV Risk Calculator 是个网页 大家可以到那里 把体检的数字导入 可以为自己计算一下 这些年来成长 我们体内的负担 到了这个网页 CV Risk Calculator 右上方 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可以看到 非常容易输入一个界面 完全不用担心隐私 他不会要你个人的任何讯息 除了简单几个数字 然后呢 如果国内的亲人有兴趣 他可以去搜索引擎 找心脏病 发作风险 那个计算器 我用左下方 比如说我用我47岁左下方 47岁男性 胆固醇有点高 230 血压正常 117 拴出来的风险 就是从47岁 左下方47岁 到57岁 那十年当中 我发生心脏病的概率 我只有2.3% 所以这个是绿色的 风险是低的 那如果我是用 左下方58岁 用同样的胆固醇 因为我不改变我的饮食 我还是吃尖的炸的烤的 胆固醇还是那样 不过运气好 血压是高好的 正中央下方110 60 我的风险就高了 风险就是从58岁到68岁 身体就像一个机器 用久了 不好好善待它 问题就会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不改变 我不怕 我继续称到61岁 我就是不怕 那61岁左下方 其他数据是完全不变 胆固醇230 血压还是好的 160 风险就上到7.8了 比如说61岁到70岁之间 我得心脏病 或者中风的风险 概率是7.8% 它变红色了 所以在这个的目的 是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维护健康 为什么要改善我们的饮食 为什么要跟家人一起 我希望未来更好 所以刚刚我就把那些数字 在最高的那一行 2.3 6.2 7.8 如果血压向右边的 并没有维持正常 而是上升的 149岁 风险就更高 就是饮食 走 夜路走多就见鬼 我就是要吃炸的煎的 还有我让血压高上去 因为我用 我用盐巴 就变了8.6了 所以 那抽烟 我没有抽烟 但是如果抽烟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 年轻时候抽烟 47岁没有抽烟 跟红色有抽烟 风险从2.3变5.4还没红 但55岁还继续抽 8.7 61岁还是不见 11.3 那如果那个时候 血压高 虽然吃药 把胆固醇降下去 吸进去那个烟 就是烟草是胶的 粒子 继续伤害血管 你把胆固醇降下去 那是假的 治标不治本 风险上去18.6 一直要把烟戒掉 你才能够把它降下来 所以看到眼前 下一次出差 见到前面的炸洋葱圈 不要碰 选择右边后面的那个 比较健康 更好是选这些 这些都是老天爷 给我们吃的东西 维护健康 享受多年劳动的成果 跟家人一起 快快乐乐 长长久久 今天我提 跟大家接着 过去这个时段 一个小时多年 讲到维护健康的重要 我们从出娘胎 出来都是健健康康 问题也会不会出来 完全取决于 我们怎么对待 我们的身体 个人努力 效果有效 非常辛苦 一种亲情 如果您是一个 年轻的父亲 母亲 看着你女孩 你决定 要带给你的女孩 这么一个饮食的概念 你要将她如何带动 以后成家带她的家人 你自己要不要照顾健康 如果你生病了以后 你对你的家人 会造成多大的焦虑 体检很多人做 但是到底怎么把数据用上 如果要改善 改变饮食 我可以预期看到怎么结果 看到膳食下方 三三三 把调味料 用天然调味料 把你不需要的盐分拿掉 可以看到在三个礼拜的时候 书章呀改善 吃气氛饱 不用吃的东西 不要放嘴巴 三个月左右 可以看到糖化 糖化学 红蛋白改善 血糖改善 继续坚持下去 未来能够降低 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希望能够方便大家 能够把在美国身边的亲人 跟国内的亲人照顾好 也让他们放心 让他们知道 你们每一位都能够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 你也希望他们 能够照顾好他们 这样的话 你不用每一天操心焦虑 这个是一家人的事情 是一定可以做得好的事情 我们别无选择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罗医师 讲得非常好 所以 从这里面我们学到了很多 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刚刚 罗医师讲到 就是亲戚跟家庭 从这个地方出发 随后怎么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就是相当于照顾好家庭 这个非常重要 那其实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大家一直在提出来 那么我们看看 一个一个过来 第一个是年龄大了 是不是血压应该高一些 就是正常的血压 对不同的年纪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他跟这个意思 非常好的问题 我回到刚刚那个 换灯 我跟大家复习一下 看看 我想 看看左边 左边这个 我不知道 我现在动我的鼠标 箭头 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心脏 他很用力把血液输送出去 那心脏 我们正中央 那要到我们的手臂 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当中 从心脏到手臂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手臂 当中的血管是健康的 那一波血过来的时候 那个血管会扩张 会把这个冲力缓和掉 他会有摩擦力 会把缓和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方 我在洞的那里 健康 如果家人 譬如年轻小孩子 十三十四岁 或者二十岁 你帮他连个血压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刚说 我个人的血压 就是这个血压 一百一十八七十四 所以随着年纪大 收缩压上升 并不是必然的 书占上升也不是必然的 那我现在鼠标指的地方 是在到诊所 或者到医院来 没有照顾好身体的病人 有高血压诊断的病人 他们四十来岁的 往往血压高 高在哪里 高在这里 所以这个问题是 随着年纪 血压是不是一定会高一些 会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些年来 你可以回想一下 这些年来 你的饮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缘分都用多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 比如说二十三十岁的时候 血压这样 到了他到社会上 跑业务了 据吴定说到处打游击 都吃喂食 盐用多了 他高血压往往是在这里 可能退休了 六十几岁 所以不再跑业务了 盐就可以少用了 听医生的话了 但是一直以来没有注意 食物避免煎炸烤 那个时候血管壁 所以成绩的变多了 所以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随着年纪 血管也没有照顾好 我们第一个先注意下方 计算一下脉压 如果脉压是六十以上 体内的血管 应该状态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讲解 能不能让大家明白 不但明白 还能够透过视讯 音讯 能够给国内的家人讲解 好 下一个是 有人说肾不好的人 不能吃蛋白 包括不能吃鸡蛋 牛奶 对吗 不对的 不对的 鸡蛋是最好的东西 刚刚说了开玩笑 如果没有从母鸡屁股 把这个鸡蛋抢过来 那就是绷出了一个活鸡 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 那鸡蛋为什么是这么好的东西呢 因为它这个蛋白质 就在这里 一个鸡蛋 大概有七克的蛋白 七克的蛋白 它是满足我们体内百分之百吸收 而且能够完全用上 而且它含的磷 钙磷 这位朋友问到肾病 磷是非常重要一个质质 不能多 鸡蛋白所含的磷 是所有蛋白质里面磷最低的 所以鸡蛋是可以吃的 安全的 就像这个年轻人吃了八年 没有问题 不要吃炸 煎蛋 烤蛋 这个就不好 所以关于蛋白质 有生病不能吃多 是对的 如果蛋白质 目前依据公斤体重 每公斤大概是0.8公斤 是目前建议的蛋白摄取 如果一个人60公斤 那乘0.8 大概是40到50克的蛋白 是目前的建议量 牛奶是不应该喝的 牛奶含非常丰富的钙 跟磷 适合婴儿 因为婴儿没有长牙齿 需要母奶 牛奶是给谁喝的呢 牛奶是给小牛喝的 有些人说 我问我病人 开玩笑 为什么 你认为 那个母牛 产牛奶 是给你喝的吗 他说 当然给我喝 那我说 你有尾巴吗 所以 牛奶是给 婴儿没有长牙齿的时候 能够让它得到足够的营养 我知道亚洲 台湾 国内 非常盛行 建议人 喝牛奶 如果营养不良 如果你体重掉了 20斤 30斤 你要活命 绝对要喝牛奶 我不管你没有肾病 你先营养蛋白 吞下去 把命保住再说 稳定之后 特别是有经济条件 买进口德国牛奶 那些人 真的没有理由喝牛奶 因为 他的丰富的钙 你用不上 你喝牛奶 你不会长高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 一个30岁的人 喝牛奶会长得更高 而他所含的钙跟磷 没有办法排出去 所以刚刚那句话 如果肾病 绝对不可以喝牛奶 在国内很多透析中心 免费提供透析病人 喝牛奶 我是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 这个卢医生 你刚刚我看到图上 那个年轻人吃鸡蛋的 把蛋黄都给挑出来 放着了 对对对 那蛋黄 蛋黄啊 蛋黄他吃一个 所以八个鸡蛋 他吃里面的一个蛋黄 其他七个蛋黄就没吃了 那蛋黄里面有含非常丰富的 卫生素 那它是安全的 因为它是水煮的 它不像这个荷包蛋呢 高温的 所以我们常常去验血 说我血脂高 胆固醇高 那个胆固醇不是吃进来的 美国政府已经让我们知道 我们验血 里面的胆固醇 只有5%到10 是从饮食来的 其他90% 是我们体内 血管受到伤害 所产生的 所以鸡蛋水煮可以吃的 蒸蛋也可以吃的 所以刚刚回到那个问题 那个人八个鸡蛋里面 只吃一个蛋黄 那另外几个为什么要扔掉呢 他也可以吃下去了 他扔掉了 那如果说我自己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吃那么 还有再吃七个蛋黄 我会把它留起来 让给我太太施肥 我院子里要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里面还非常丰富的卫生素 为什么要浪费呢 现在年轻人在上海 他没有机会 他没有办法把它带着 所以但是在家里 我会给我太太 拿去放到院子里面 不会浪费 好东西 所以我的问题是 是不要吃那么多蛋黄 就是没有必要 蛋白可以吃 这个八个蛋白 但是蛋黄不要吃八个 只要一个两个就够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您讲这个话 我要讲清楚 你可以吃七个 八个鸡蛋白 但是你不要 并不是在你日常 食物里面再加七八个鸡蛋白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天的蛋白摄取量 是有一个度的 这样可以吗 对 就是刚刚讲的蛋黄 就是说 我倒不是说一天一定要吃几个 就是刚刚我看到它蛋黄不吃 就是为什么不吃 刚刚说蛋黄也是蛮好的东西 他吃了一个了 够了 因为它里面很多脂肪 你吃太多热量在那里 那个蛋白热量很少 蛋黄有油的 我们广东人腌鸭蛋 有没有 鸭蛋腌久了 它会出油的 那蛋黄有油 如果你把它都吃进去 那你的脂肪摄取就过头了 OK那这样理解了 因为以前经常有人说 蛋黄吃多了 这个有胆固症 对身体不好 是这样来的 对 胆固是这样 伤害血管造成的 OK 行 刚刚你刚这个解释 脂肪太多了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很容易理解的一个 那下面一个是 有一个叫心理的效益 他说 我学习这些平衡制作 是德国医生 Doc.Fullfack的讲解是 Biological value 蛋黄的蛋白质 转化成人体蛋白是100% 鸡蛋的蛋白 转化成人体蛋白是800% 那这个 远远高 远远高于其他蛋白质 远远高于牛肉 羊肉 鸡肉 对 OK 所以大家多吃鸡蛋 但不要吃太多 水煮 蒸蛋 温度 温度至上 所以水蒸蛋也是可以了 就是水蒸蛋 对不对 对 我小时候我妈妈 我妈妈现在 今年90岁了 她也在线上在听 小时候在香港 她都蒸鸡蛋给我们吃 这个老奶奶也在线上 要不要出来当成招呼 她是浙江海宁人 浙江海宁 对 我是半个海宁人 半个广东人 半个海宁半个广东 这个老奶奶要不要出来当成招呼 不用 她很客气 我们继续 问题 对 这个自己怎么吃血糖呢 血糖偏高的人能吃水果吗 有人说水果肚子喊糖的 要少吃水果 对 水果 吃水果的意思是 往往吃水果 吃健康 你就会肉类少吃了 那如果你肉类啊 照吃再加水果 热量就过多了 那水果的好处 当然你顾虑它的糖分 但是呢 水果一般是生吃的 那个是重点 它不加温 当然有人去烤梨子 有没有 梨子去烤 那还是少了 那水果是原物 水果整个不是果汁 所以我回头去看这个年轻人 旁边这里他喝柳橙汁 我们并不建议 不过他是健身教练 很快就把那个热量消耗掉 那就算了 但是 那个 如果希望 减轻对身体的负担 不如吃 那个糙米饭 我刚刚有一个图 这样的话呢 吸收比较慢 血糖就上升 比较 比较 缓慢 不会像刚刚我那个 对不起 这里 有没有看到左边 这个白米饭 白米饭是精致过的 股类嘛 有没有看到 那我大概十二点吃饭 大概一点多 血糖就上升到一百五十 甚至有一次呢 这里更高 差接近两百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了 那你可以看到 一些坡高的地方 这个是晚上 这些都是晚上 跟朋友出去 没办法吃面条 所以 您的问题是水果 就是 怎么样 尽可能 不要那么快 让身体吸收 这些糖分 那肯定 喝果汁 是吸收最快的 水溶性的嘛 那 那个吃水果 一口一口地咬 一口一口 咬 那会把时间延长 吸收的速度 就可以减慢了 右边呢 可以测血糖仪 这个不需要处方 不是 这一个需要处方 但是很方便的 可以 大家可以买得到 血糖仪 可以搓手指 那种旧式的 可能会比较麻烦 都很便宜 测血糖仪 大概二十块钱 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个市值 便宜大概三毛钱 买到一根 如果没有确诊糖尿病 那您的 如果您的家庭医生 愿意开个处方 让你带一下 就带14天 带这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让你呢 在14天里面呢 精确掌握 哪些食物 对你身体的 你血糖的影响 你也可以 跟家人分享 如果对你个人有影响 肯定对家人也会有影响 可以比较一下 吃水果 那个血糖升高 跟喝一杯果汁 对血糖的升高 做一个比较 下一个字 醋可以用吗 有人说 发酵的黑大蒜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醋当然可以用 那个是老天给我们东西 对于心脑血管的益处 目前是没有证据的 我必须要依据科学 那个原则 到底一个东西 好还是不好 有没有益处 对哪些有益处 对哪个年龄段的人 有益处 这个是都有口据的 目前世界上 没有这些精细的研究分类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吃这个大蒜 会降低 未来心血管疾病风险 一般这些 大家看这些文章 要特别小心 它到底是说 是相关 还是说因果 因果是直接 我这样做 比如我把手指放在火上 当然是烧伤 那是因果 如果是血糖高 我打胰岛素 降下来 那是因果 然后我不喝果汁 血糖不上升 那是因果 但是九层以上 大家所看到 那些报道相关 很多因素 目前我们并不清楚 好像有这个关系 到底是 那个是直接原因 还是别的原因 目前是很多都是未知的 所以吃大蒜 降低心脑血管病变 对你要细心看 它是讲相关 还是因果 是那些研究的那些族群 有多少个是什么人 是中国人 还是二十年前的华人 还是最近在五年的人 因为很多因素不断在改变 所以我们有机会 多多思考 可以帮助国内的家人 分辨哪些讯息是可信的 哪些讯息稍微 也还要保留 OK 下面有个David的校友 他这个问题 可能我也看不懂 他这个同行的 斑光 安酸流浪人怎么撤 不知道是David在不在 你自己是不是打错掉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我知道他说什么 这个是大概15年前 非常流行一个检查项目 15年前 大概15到20年前 在美国 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那个时候 我替很多病人都验了 那文献可能会说 可以透过液酸 folic acid 可以让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检测项目呢 降下去 好像对心脑血管 有保护作用 但是 那个是15年到20年前 的旧的新闻 后来有两个大族群的研究 发现 降低这个homo system 对生命的延长 没有 没有帮助 至少在洋人 在西方人是没有帮助的 那我大概六七年前到国内 发现很多人都在谈这个题目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 他所引用的资料文献 都是都是比较旧的 都是二三十年前的 比较没有引用近期的研究结果 所以如果要验这个项目 可以跟各自的大家的家庭医生 稍微提一下 也可以上那个搜索引擎 去查一下 当今的概念 比较新的概念是怎么说 也可以帮助国内的家人 掌握更新的讯息 OK下一个 下一个蛋黄能多吃吗 刚刚姐妹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主要是脂肪太多 不要多吃 想请问蜜蜂蜜可以吃吗 会对血糖造成影响吗 它是甜的 对不对 甜的当然会吸收 它是好东西 里面很多维生素 还有酵素 但是对实质的 对我们生命 对我们健康 到底有多大的帮忙 当然就是要看 我们整体的饮食习惯 整体的 如果我们整体的饮食习惯 都非常好 那添加了蜂蜜 会不会锦上添花 这个研究没有人做过 如果说我每天喝一杯 柠檬水加点蜂蜜 这样的话取代 让我不去喝饮料 不喝果汁 那我说这个很棒 因为我们就用天然的食材 取代工厂生产的食材 所以这个是值得建议的 但是如果说 我已经吃得非常健康 那我感觉蜂蜜可有可无 就不是说那么神秘的东西 下面有一个言 下有一个 Would you please show the slides of healthy food and cooking method 他要再看看你这个健康的 就是说煮菜的一些slides 左边 左下角 我们煮东西要用工具嘛 对不对 我们有蒸笼 蒸价 有没有电饭锅 我们可以另外特别买一个蒸的 这样小电器 在左下角 非常方便 容易 尽可能把温度控制在水温 最好 我们到底煮东西 什么温度才能杀菌呢 刚刚有提到牛奶 牛奶 他们在生产送到电之前是高温消毒的 那个温度是67摄氏 67度摄氏 所以远远低于水的沸腾100度 在那个67度的温度就能够杀菌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 所以我们煮东西 一方面是杀菌 让它健康 不要让身体得到什么那么多的细菌 那用水温 用蒸的 蒸的 蒜 火锅 煮 水炒都可以 水炒我是从我太太学来的 一般炒菜用油嘛 锅里面放点油 然后把菜丢进去 但是呢很多油烟 那个厨房也难保持干净 可以水 用同量的水取代油 放在那个锅 把菜呢放进去 稍微兜一下 盖子稍微盖一下下 然后呢 就可以上桌 上桌的时候呢 把凉的油淋在上面 凉的油淋在上面 那个菜照样是非常光亮 很吸引人的 但是呢 那个菜就没有得到那个油烟 那个温度了 所以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 提醒大家 蒸 水炒 煮 蒜 就是用水的温度来封顶 在法国 他们有个 这个 souffle 他们把温度降得更低 时间延长一点 可能可以控制在 80度温 摄氏 还没到水温沸腾 是在法国他们烹饪 所用的温度了 对 这个最近好像年轻人到时候 蛮流行的 卖一个低温加 这个加热的 放在锅里面 水慢慢加热 80度左右 时间多一点 对 对 又是个温蛋网呢 他给大家 这鸡蛋网 还是蛮混扰的 到底是吃多少 是比较可适 鸡蛋出问题 就是把那个蛋白焦化 有没有看到荷包蛋那里 原来是没有的 你把这个吃到 所以新的问题是 请问鸡蛋网要少吃吗 其实刚刚也讲了 就是可以吃一点 多吃主要的脂肪太多 因为我们吃一个鸡蛋 基本就是把一只鸡吃进去了 下一个是 血压热 在一天里面 在160105到1207的之间 变化多次 是心脏还是血管不好了 他就是一天的变化太大了 血压的变化 一方面是血管壁 健不健康 再来情绪 心情 还有内分泌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的 我们的饮食 所以 但是 我希望透过这个图 帮助大家 可以拆开分析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比如说刚刚这位校友 他说他的血压 160 100 我猜 我猜他的年纪 大概是40多 50岁左右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猜对 因为血管 血管的校友 你说说看 是不是这个 你可以上来 讲一下 这的话 太的 所以他可能 我不知道在不在 对 160 105 跟120 70 之间 不就是在这里吗 就是鼠标在动的 这个范围 对 这血管硬化 需要一段时间 二十几三十年 左右 所以我就是这样猜出来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 一天里面 这个160 105 跟120 70 之间 变化多次 就是一会儿 160 105 一会儿 170 120 70 就是说 要配上当时的活动 当时在做什么 然后 为什么 当然最重要 就是看看这个血压计 要不要多找一个 来试试看 然后呢 记录下来 然后拿去给医生 参考 会非常实用 我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电子的血压计 现在大家都用电子血压计 它的精确度到底怎么样 可靠性到底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凯撒医疗从我进去 大概没多少年 把所有诊间的水银 的血压计全部拿掉了 水银是有毒的 那怎么会读到我们呢 是读到那矿工 矿工去开采水银 把它们都读到了 把它们都造成肾衰了 而且它有毒性 所以那精不精准 其实就像刚刚那位 小说血压会波动 我们追求 并不是到最后 那个个位数 比如说162 当然是162 是161 还是163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趋势 大部分时间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电子血压计 非常便宜 让更多人 能够很容易获取 掌握个人跟家人的 健康的状况 我凯撒 所有都是用电子血压计 在监护病房 在哪里 都用电子血压计 所以人其实正常情况下 一天当中 血压是会波动吗 本来就波动 最低就是 我们熟睡的时候 正常人 当然有了肾病以后 就不一样了 但正常人 血压最低 就是晚上 大概是一点 两点 三点 但是呢 我们一般人 大概六点 七点要起床 身体会有个时钟 所以大概 四点多 五点 它会自动调节 让那个血压慢慢升高 这样的话 我们早上闹钟一响 坐起来的时候 血压不会变得太低 然后呢 它会继续往上 然后到大概下午 大概一点两点 它又慢慢慢慢下来了 因为经过一天的走动 早上 八点开始走路 坐着 血液 血流 会下沉到下半身 所以上半身的那些容量 水分 就会比晚上少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一点两点 两个血压 应该是 也是 也是下降了 所以一天会有这个会波动的 那一般范围会有多少 正常情况下 一般它的波动的范围又 就是102 它饮食还没有改正 盐分还是偏高 血液循环都是胀的 都是胀的 所以处于这种高压的状态 所以我猜这样的 如果肾脏正常 波动会没有那么 没有多 所以就是很多因素都会影响 到底多多少很难说 至少在我自己呢 一天里面波动并不多 我血管应该弹性还不错 所以它会自动调节 OK 这个脉搏有什么健康性上的意义吗 他跟他讲脉搏 这个 脉搏更快 有什么样的一些 健康上的一些指标吧 跟血压一样 在一天里面 依据身体的需要 有时候会快 有时候会慢 心跳最慢的时候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得非常好 非常甜 心率 心跳 可能下降到五十几 都有可能 那 那我们都知道 运动员 经过长期的训练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为准备身体晒跑那些 心脏 心肺功能都是最好的 他心跳可能只有五十几 甚至四十左右都有可能 心跳 但是一般人来说 心跳快跟慢 就是静止休息的时候 太慢了 如果他以前不是运动员 你要考虑 他这个传递的 传导的那些神经 心脏本身是有传导神经 心脏一般人就说 我只有一个心脏 但是我们如果读过解剖 或者生物 以前初中高中念过生物 知道有右心房 右心室 左心房 左心室 他们之间收缩 不是一起收缩的 是有先后的 右心房 心收缩 再轮到右心室 所以有先后 所以这个是要配合 所以透过传导系统 如果传导系统出了毛病 最常见于 缺血性心脏病 因为神经传导 本身也需要氧气供氧的 所以有时候 看到一些老人家 六十几七十几 他有关心症的 有一天来看医生 发现他脉搏就三十多 那第一个考虑 就是他有这种 Hard Block 这传导系统出毛病 造成呢 他心事呢 没有受到足够的刺激 心事呢 只有跳三十指下 所以 到底脉搏 要慢要快 第一个 看健不健康 看活动量 看当时的情绪 看以往 有没有身体锻炼 然后看看既往时 有没有一些存在的心脏病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真的是慢到四十几 最好去找医生 因为还是比较少见 五十几能够过得去 跟医生报备一下 他说再观察 说不定可以再观察 太慢的话 就要找出原因 三十几的话 有可能要放一个 解剥器 有可能要做更详细的检查 下面的刘慧真会长问 食物等汤吃是健康吃饭吗 应该是吗 对 有一些说法 就是广东人 我们家没有了 但是在南方 往往广东人很喜欢煲汤 喝喝汤以后再吃东西 也有些人说 你把汤喝下去 把胃液 胃酸都吸湿掉了 不消化了 我以前在伯克莱 伯克里念生理系 在生理学的课本里面 没有找到相关的研究 所以并不是说 这个并不是真实 但是只是说 我们以科学的角度来说 是没有佐证 说它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胃液 一天分泌1.5公升 就是我们就算不喝汤 我们胃液分泌 一天是1.5公升 很多的 所以 我感觉 苍天尝照我们 是希望我们不要 过滤太多 好好活 所有它 我们身体应该做的事情 它已经帮我们 预先设计好了 OK 所以 有生病的人 应该 避免什么样的食物 水果 水果 一个大家 一定要记住 国内的医生 比较少 提到 热带水果 我小时候吃很多 在香港 那个 那个 羊桃 我不知道大家 在美国 有没有机会 吃到羊桃 但是 有机会到亚洲 到香港 到台湾 到 到 中国大陆 那个羊桃 这么大一个 很好吃 但是它有个毒素 肾病的病人 没有办法排出 所以肾病的病人 不要吃羊桃 有毒性会影响意识的 那 顺病的病人 依据他个人需要 万一担心血液的甲 血甲高 那热带水果 尽量少吃 热带水果 这样比较容易记 热带水果 我们在美国的 吃的香蕉 一般从哪里进口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 美国到店里面 买香蕉 哪里来的 马来西亚 中南美 中南美 阿尔瓜多 有没有 中南美来的香蕉 下一次去超市 买香蕉 所以 大家只有记住 如果肾病 或者家里 国内亲人 也有肾病 有担心血甲高 那 血甲不高分 甚至偏低 当然就不要那么谨慎 但是高的话 或者因为用药 来控制肾病 会减少你肾对甲的排出 就有高血甲风险 所以本来每天都可以吃香蕉 还是可以吃 但是减量 一个礼拜吃两次 每次吃半根 拿个香蕉 切半 一半给爱人吃 一半自己吃 还是可以吃的 所以 适量 一个就是香蕉 还有芒果 芒果 热带水果 还有 木瓜 美国 木瓜 哪里来的 大家知道吗 夏威夷 所以热带水果 普遍上 甲 偏高 减量 小心 还是可以吃 尝尝味道 那冷带水果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对甲来说 所以苹果是冷的水果了 对不对 梨 我山下 那个小商店 很多青岛 北方山东来的梨 很好吃 山东那个大苹果 都可以吃 冷带水果 普遍上含甲 比较少 所以少微可以吃多一点 然后再提醒大家 果汁少 少喝 所以食物呢 要注意这是水果 水果是好东西 你吃水果 就不会喝饮料 水果是原物 比较不喝果汁 然后有肾病 吃冷带的水果 葡萄也可以吃 OK 每天50克蛋白质 那它可能是 你前面讲的一个 一个人每天 差不多50克蛋白质 有肾病 肾病大概60公斤的人 OK 用烤箱350度烤肉 鱼可以吗 那刚刚讲的 尽量不要烤 我们换算一下 350度 我换算为摄氏是多少 100就是220对不对 我们水沸腾 100度摄氏 就是220度华氏 所以刚刚说350度 那个是应该是华氏了 所以肯定是比摄氏高很多 有没有140 150度摄氏呢 差不多有有有有 第二在那里多久 烤多久 那我知道用美国家庭烤箱往往放进去 20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火机还要烤上几个小时内 所以你就要想想看 在那种高温的情况下 时间这么长 有没有那个必要 那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 多长时间 它所产生的本来没有的物质 会不会越来越多 那这种非自然的物质 到我们体内 会不会造成影响 然后我们这样吃的话 我们是只有吃一次 以后都不吃 还是我们考虑到 我们以前都吃了好多年了 我就认了吧 你看到我自己63岁 我血压还好 我以前小时候啊 刚移民到美国 最爱吃的我 我母亲在听着 最爱吃就是炸熟片 真的好吃 但是那个是30多40年以前的事了 以后都没有了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是 这样吃安不安全 第一要先看看自己 平衡一下自己的 对自己的影响 是以前这样吃已经很多年 那我也没有必要 吃过了以后 我也没有必要再这样吃下去 那我一个人吃 那我一个人吃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吃 而是有家里有小朋友 我有小孩 我有孙子 或者我老友带着他孙子来 我要怎么样煮这块肉 让我老朋友的小孩吃呢 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管不着 以后再说 这个往往就是如果以单一个人的作为出发点 很多维护健康的策略都不成功 OK 酸奶和牛奶的区别是什么 酸奶也是不蛋白吗 酸奶就是把牛奶发酵 把一些医生菌放进去 让它滋生 它就发酵的时候就产生酸性 当然要加糖了 你看看那些酸奶里面 除非你可以去找不含糖的酸奶 他们要让那些医生菌生长 往往多少都要加点糖的 所以酸奶就是把原来的奶 然后发酵生成出来的一个饮料 对身体要不要帮忙补助 当然就要看我本来的食物 本身足不足够 要不要缺乏什么东西 缺乏的话就喝下去 不缺乏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多余的 下一个是蛋王放院子里的死围吗 这个刚刚前面讲了 这是个罗医生的建议 其实你做什么都可以 不要吃太多吃下去 有个提摩尔 我们加拿大的校委会的副委员 他说 我觉得是不是把牛奶说得太不好了 青少年和牛奶对胀身体还是好的 西方人和牛奶吃很多的奶制品 身体都比我们壮 我从小到现在从没有断过和牛奶 他的意思他和牛奶都没问题 是的 我的血压就是刚刚量过 是八十一百亿的 哇 很正常 很好 非常棒 就是牛奶 我今天的分享 我不是要跟任何人挑战任何人 真的不是 我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 而且不是唯一一个医生 而是肾科的医生所讲的话 我的在病人 透析病人 肾功能很差的病人 他们甚至没有尿 因为我们摄取的所有用不到的东西 都要排出去嘛 对不对 他透析病人没有尿 没有肾功能 如果他喝牛奶 验血的时候 血液里面的钙磷都上去 而且他的血管全部都是钙化的 如果是个年轻人 十三岁 十四岁 打篮球 跳高 活蹦乱跳的 喝牛奶越长越高 牛奶是蛋白质来源之一 它有脂肪 对这个小年轻都用得上 但是随着年纪 肯定我们的活动量是下降的 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差 我们喝那个牛奶 跟不喝牛奶是没有差别的 至于牛奶是怎么来 大家要想一想 牛奶是从母牛那边来的 一般哺乳动物 为什么会产生奶的呢 如果他没有怀孕 他没有刚刚生下那个小牛 一定要打荷蒙 出去生产牛奶 对不对 然后收集了牛奶以后 运输要处理 然后行销让你想用 那你要看看 当年你十三岁 喝牛奶长得很高 很棒 那一般人过了二十五岁 三十岁是不会长高的 如果在你身体不需要那么多 丰富的养分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肾功能是百分之一百 那你喝牛奶用不上 那都尿出来排掉了 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牛奶里面 大家希望摄取它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什么东西构成 大家应该在念生物系 蛋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蛋白链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所以我们吸收蛋白要分解 分解的时候会失出酸性 蛋白质越多 体内偏酸性 在英国 他们在七零年代 在做那个 收集护士 大量护士 他们了解他们饮食习惯 做出好多篇非常珍贵的研究结果 而且喝牛奶的时候 越喝得多 骨质疏松越厉害 所以 在摄像头 他看不到我 就想什么东西来 那个WXG 这样他东西来 健康饮食 就是看个人需要 这是你身体需要什么 你提供给身体 那是绝对没错 当身体不需要 不是马上用上的时候 你丢到身体里面 有可能造成负担 OK 那个下一个是 陈学长 这个问的 For hybrid pressure patient except reducing salt then vegetable what else 就是主了 剪盐 剪有根的蔬菜 还有什么 这个是这样 我回到刚刚那个图片 我觉得 找不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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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出来 比较好早 对 好 所以 当我们说 这个血压 高还是低 我们把它分拆 好不好 我们先讲 这个收缩压 是多少 输张压 是多少 来分开 来分析 这样的话 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应该做什么 比如说 盐少吃 会改善 我们的输张压 煎炸的东西 少吃 或者不再吃 因为以前吃过了 会对我们收缩压 有帮助 为什么说 多吃菜 那个当然是 在营养不缺的情况下 多吃菜 因为菜类呢 普遍上 比较用低温处理 或者用水烫一下 广东人最喜欢吃芥 自家人喜欢吃青钢菜 在水烫一下 汆烫一下就可以吃了 不像肉类 所以如果营养不缺 肉类有可能呢 考虑到吃了过多 肉类呢 烹饪 普遍上是高温 煎炸炒 橘 所以如果要改善血压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这三 这三 刚刚的三个重点 找不到 对不起 这个 我们就照这样 食材 多吃菜 就少吃肉 肉是可以吃的 但是你们当中 喜欢吃肉 切薄片 放火锅 照样可以吃 因为那个温度 没有让它焦化 不像右边 焗炸烤 然后调味料 少用右边的盐 都用老天给我们的好东西 基本上 这个就是大原则 然后呢 用创新 创意 然后呢 注重最下方 不要只注重味道 看你跟在谁吃嘛 看看气氛 开不开心 餐具 放点音乐 考虑一下 你要不要让远方的家人 担心你的健康 你要不要 自己先行 看看自己也做得来 然后你就帮忙 说服家人 让大家都试试看 但好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 那位校友的那个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 比如减盐 减一些蔬菜 什么叫 Steam Vegetable 就蒸 比如说 西洋芥兰 我刚刚 我有给大家看 我吃的东西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 左边上方 有没有 把它切小块去蒸 就Steam Vegetable 它就是水温了 OK 行 那下一个 我们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 这问几个 刘慧正会上问的是 夜里经常上厕所 影响睡眠 你有什么建议 这个要请教医生 依据个人的生活习惯 还有这个出现多久 年纪大 比较需要 往往在我们圣科 我们知道 正常人晚上 不需要起来上厕所的 年轻人 因为膀胱 能够完全排空 但是男士的话 如果是男士 有贫尿 第一个是要考虑 是不是 瘦护腺肥大 每一次上厕所 就是比如说 九点上床 之前是上个厕所 因为瘦上 瘦护腺肥大 其实呢 是有余尿 在膀胱的 那 睡眠当中 肾脏还是会产生尿 所以感觉不久呢 又有那种 满的感觉 又起来了 所以 男士呢 如果是上了 五十几六十岁呢 就要跟医生讲一下 如果是年轻 二十几岁 三十岁 会贫尿呢 那个 我就会担心了 因为健康的肾脏 是应该能够 晚上里面喝水呢 浓缩尿液 那个尿液的产生 会减少 如果肾脏受到损伤 尿 产生的过滤的尿 没有办法浓缩 连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也要爬起来上厕所 女性的话 也有别的考量 譬如说 四十几 五十几 觉得肠腰上去 女性没有受护腺 应该都能够排空 但是 那个子宫肌瘤 压迫到 那个 那个膀胱 所以那个膀胱 就没有办法扩张 没有 办法成更多的 小便 就感觉要起来了 年长的人 晚上要吃药 再去睡觉 如果睡觉前 喝很多水 才能够把那个药片 吞下去 那也会造成 晚上 要上厕所 所以按按部就班 可以跟医生一起 分析到底问题 处在哪里 OK 下一个 高压锅是 Cook的 就是 做菜的一个 好方法吗 高压锅 能够大大缩短 那个时间 非常方便 譬如一块肉呢 以前要 煮上 几个小时 可能一下子 就能够熟了 但是里面的蒸汽 温度非常高 所以温度 时间是缩短了 但是温度高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 我还没有看到文献 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 比如说这块肉 炖两个小时 水温 跟高压锅 煮上15分钟 的比较 这个研究 我还没 没看到 很抱歉 我不知道 但是我担心 那个温度是偏高 OK 但是如果切薄片 切薄片的话 很快就熟了 不到一分钟 就可以达到 煮熟食物 安全的 的 的 的条件 所以可以考虑一下 OK 现在 今天时间 已经蛮久了 我看这个 罗医师 为了问题 已经为了 这个很辛苦了 看看 我看一下 哪些比较 代表性的 这两三个 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是 请问教授 尼泰哈佛大学 医学院 David Sinclair教授的 Conserlo基因 NMN 作为保健品 提高抵抗力的问题 有什么看法 我不了解 这个名 我也不提倡 吃保健品 有没有在 我好奇 要不要到 哈佛本身的 网页 去查一下 那里是经过 多位医生的 大家专家的 以及评审 可以到 右上方 这个网页去 看看 有没有 合适的 讯息 How are the 质树 and hemp protein and what are some are good protein for vegetarian 就是吃树的 对 吃树的 对 吃树的 我很 很惭愧 我知道 吃树 比较健康 第一就是 它 一般 准备 吃树 的温度 烹调的 比较低 那个是它 那是它好处 我想是 它吃树的 好处 之一 当然 有不健康的 素食 不健康的 素食 就是那 合成的 还有油炸的 我知道 在泰国 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最近这十年来 在泰国的 生人 这是 生人 他们 最大的健康问题 就是过度肥胖 他们 吃的东西 是吃素食 但是 没有人 给他们知道 所以 素食 是有健康素食 跟不健康素食 第一个是 它成分 合成的 还是 非合成的 那至于 它的蛋白含量 我个人了解不多 我推荐到 这些网页 哈佛的 还有右边的 梅奥的 或者去凯撒的 这里 可以给你 非常 应该可以说 非常精准 现代的建议 所有东西 都有蛋白 只是多少而已 比如说 我常常说 牛 牛长得那么壮 它有没有吃肉呢 牛有没有吃牛肉呢 猪肉呢 鸡肉 鸭肉呢 牛都是炒 但是它的蛋白来源 来自于那些草类 还有草上面的是昆虫 所以 这样说的话 牛就不是吃素的了 我也知道 素食要分好几类 有些是可以吃 鸡蛋的 但有些是可以喝 牛奶的 也是有差别的 不过很惭愧 我了解的不太多 下一个是 间隙式高强度运动 对心血管有高效锻炼效果吗 就是 间隙式的高强度运动 我想最好的地方来这里 跟右边这里 能够找到最权威 比如说箭头这里 就是Exercise and Fitness 是哈佛的 到这里看 我鼓励大家到这里看 还有这里 它有哈 要看看年龄 我想是年龄 还有健康状况是怎么样 一般来说 年轻人能够承受得了 高能量 高时间的运动 但是有时候也听到 有一些年轻人 有先天性的 心脏病 就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最好的地方是 先去了解 到这些比较权威性的地方 找到讯息 然后跟您个人的医生 讲一下 现在都非常方便 因为疫情 很多医生都开放 线上询问 可以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都合适的 有一个问题是 剩两指标 Cretline EGFR 频率增长值 但不多 如何通过饮食和锻炼为到正常 没有 就57岁 男性 还有多数年就有小王板 胆固症就高了 在念学后 频不高 为什么 两个问题 好 我重复一下 我怕听错了 或者听漏了 第一个是 剩两个指标 对 Cretline EF 我知道 我知道 一位57岁的校友 男性 对 那他好像是说检查出现 有肾功能不全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有什么方式改善肾功能 这个第一个问题 对 通过饮食和锻炼为到正常 对 这个意思有两个概念 如果是肾真正受了影响 肾的本身的肾组织 我刚好手边拿了一个肾的模型 如果真正有肾病 过去肾受了损伤 那我先打个比方 比如我手上 我有个疤 以前手皮肤受了割痕 那皮肤愈合了 不是留下一个疤吗 所以如果一个肾 长年以来受了某种因素受了影响 降低了它的 因为影响它的结构 它的组织受影响会纤维化 所以它能够过滤的毒素减少了 所以刚刚会长所说的 那个creatinine 肌肝 中文叫肌肝上升 因为先是结构受了损伤 让它结巴 然后呢 跌佛 所以功能就变差 那个肌肝排出减少 所以血液上就上来了 基本问题是肾的损伤 是不肯定的 它结巴了嘛 比如我摔伤了 这里有个八 那个是永远是存在的 所以原来有这部分 所作用的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当肌肝上升 表示这个肾功能已经减半了 怎么说呢 有那么可怕吗 因为肾脏有带肠作用 肾病刚发生的时候 如果影响前面的一层 那一层的功能流失了 怎么办呢 可以由剩下的九层肾功能 来工作努力一点 比如说你的单位有十个同事 十个同事有一个人 生病了不上班 他的工作呢 有其他九个人来分担 他还过得去 但是如果十个人单位 有五个人出了事不能来 剩下五个人呢 工作量不会加倍吗 所以当一个肾的结构 长期受了影响 有慢性肾病 当功能下降到一半左右的时候 剩下健康的一半 没有办法完全代偿 这个肌肝就会上升 那个也代表 肾小球滤过滤的下降 那有没有什么情况 出现肌肝会下降 比如说过去五年都是上升的 不正常的 GFR也是低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延续了五年的情况 肌肝会下来 然后GFR会上去呢 有的 肌肝本身不是毒素 它只是一个marker 是一个指标 它呢 是体内一个废物 它是由我们的肌肉 跟肝脏来产生的 所以如果有个人 他体重减轻 比如这个57岁的校友 他之前呢 是150斤 那因为某种原因 不吃甜的了 还有大量的控制饮食 让它的体重下降 10磅 20磅 那当然脂肪减少 肌肉量减少 所以肌肉所产生的肌肝 就会低了 所以这个情况呢 你用这个Creatine计算 换算出来的GFR 就会比较高了 但是最基本的肾本身 是它纤维化的受影响 不会改变的 所以那刚刚说那个例子 那个肌肝会降下来 不是因为肾功能改善 而是这个肌肉本身 减少了这个肺物的产生 让你有误解 所以透过饮食 是保护未来的恶化 所以还是要做的 但是并不会让 已经失去的东西回头 OK 我觉得非常详细了 它的第二个问题是 粘角旁边有小王板 整家都是说的 蛋骨存很高了 在练血以后 平不高是为什么 这个就好问一下皮肤科医生 这个要皮肤科医生 血压偏低如何对立 刚刚讲的都是讲高嘛 那么有些人就是拘血压的 对 那要看他对他身体有什么影响 对他的活动有什么影响 也要看他的年龄 如果是一个15岁的 或者21岁 特别是国内的那些年轻护士 好多血压都是80、60的 我把刚刚那个找出来 很多都是这样的 都是非常健康 他告诉 比如说在左边靠左这里 身体更低80几 如果他是又健康 也没有什么过去的生病 他活蹦乱跳的 饮食也健康 我们可以看透他的皮肤 了解他体内的血管 都是有弹性的 但是如果是个年纪大的 他曾经有高血压 现在变得右边 这种低血压 表示他心不可能 他血管硬化了那么多年 突然变得健康血管 肯定是因为他的隐情 左上方的隐情 心脏没有办法把 没有那个力度 减轻减弱了 可能得过心梗 或者什么原因 那他没有能力呢 把压力加压 所以是这个情况 所以可能想要比较混乱 就是这个血压 如果真正是低的 表示以前是好的 现在低 表示急性期 有点事情出来了 所以应该问详细一点 但是如果一直以来 过去这两年 五年 十年 都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生什么病 我饮食也非常健康 维持是这样子 对我的活动 对我运动 作业 上班没有影响 应该问题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每天喝多少水 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吧 喝多少水 我们身体都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大量流失水分 那肯定是要补回来的 如果我们在湿内 要空调 那也是会出汗的 一天大概出600毫升 那还是会出去的 灰发掉的 那要补回来 接下来要看盐巴 如果用盐越多 那肯定会越口渴 所以这个是取决于 还有蛋白 如果蛋白吃的越多 我们分解蛋白的氨基酸 那肺物就会越多 那么需要把这些肺物排出去 我们也需要多喝一些水 所以第一个是看身体的需要 老人家 因为有慢性肾病 肾脏比较难保水 难浓缩水分 比较容易的水分流失 所以有时候需要 稍微水分补多一点 但是如果是年轻人 到30岁40岁 肾脏功能健康 如果你不太多用 不需要的盐分 一天大概一公升 1.5公升 基本上是可以了 OK 那有人叫肾脊液的人 喝水多好不好 就是 对 肾脊液的来源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 自根 自标 自本 自标是表面的 自本 所以是根源 所以肾脊石 大多数 肾脊石 我们排除少数是因为 遗传因素 是因为大部分 肾脊石是因为三个原因 一个是喝水不够 盐巴太多 还有肉吃太多 是这三个主要原因 所以在急性期 把水多喝 把尿里面的 过多的盐巴 盖啊 那些排出 以后 同时 减少不必要的盐分 减少不必要的蛋白 往往就 就 就 就会降低 肾脊石 复发的 概率了 我本身以前也得过 肾脊石 我都跟大家说 我自己的健康状况 是从我的观察 看到病人是怎么生病的 看到自己是怎么生病的 从中学习 跟大家分享 所以肾脊石 多喝水 那个在急性期是好的 但是最根本就是 考虑一下 跟医生商量一下 盐分 跟蛋白质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可以调整一下 哦 还有这里 提醒我 跟提醒大家 85%的 肾脊石 里面都含钙 这些钙呢 是因为吃太多的肉类 造成我们身体 把 排出这个 代谢物 顺带也把 钙质排出去了 所以在 我们尿路中沉淀 形成 肾脊石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我要降低 我的钙 摄取量 降低 钙 摄取量 并不会降低 你肾脊石的风险 甚至会增加 甚至会促进 你的骨质疏松 所以 肾脊石的 根本 自本的方式 是水多好一点 但是 不够的 要 降低 额外的盐 跟降低额外的 蛋白质 肉类 少吃 刚刚就是说 刚刚前面 讲到 高血压 容量高的时候 盐比较多 那有没有办法 把身体里面 多余的盐 给它排掉呢 有什么办法 如果是有肾病的话 但是有尿 还是可以排出去 但是时间很长 但是如果肾脏是健康 三个礼拜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一直强调 可以让病人预期 我做这些改变 我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 结果 左边上角的医生 三个礼拜 你不要再添加 给身体休息一下 常常说 我吃下去 我身体可以排掉 但需要时间 你如果早餐 吃荷包蛋 不健康 我撒点盐 撒点胡椒 那里有盐进去了 中午 我去吃一碗 面条 炸酱面 那个面条本身有盐巴 所以早餐 那个荷包蛋 这个盐还没有来得及 完全排出去 中午那个盐又进来了 那晚餐跟朋友去吃烧烤 那烧烤酱 里面有盐巴 所以每一餐不断的放盐巴 所以这里就证明说 三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看到了逐渐的改变 所以就是这个三个礼拜里面 尽量就是少吃盐 就是说尽量不要 有需要当然要用 所以如果每天夏天 大量流汗 或者我去南美 去巴西冒险 每天大量流汗 那我甚至血压低 赶快补回去 所以你要考虑身体 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放嘴巴 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造成负担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OK 每天早上起床 特别可能有什么建议 那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 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 所以都非常熟 嘴巴张开 这个很常见 嘴巴张开 当然就干掉了 对不对 所以可以 那个是最常见的原因 那当然大前提是排除其他原因 比如说糖尿病 糖尿病早期 血糖高 排糖的时候 都会把体内的水分拉出去 相对性造成一种缺水的状态 好几个吧 还有一些药物 如果以前比较旧 现在比较少用的 高血药 很容易造成口渴 有好几个原因 到这个 鼓励大家到这个 哈佛啊 凯撒啊 这些地方 都可以找到这些 常见的问题 OK 儿子又是18岁大学运动员 期待一天可以吃几个 想吃几个就吃几个 大前提就是他健不健康 这个所以这些具体就是针对个别 很难很难去 很难很难让我因为我需要对我讲的话负责 对对对对这个太失败 是不是可了啊 又味道牛奶了啊 都说和牛奶补钙 如果你所说的不用和牛奶 不能补钙 那很多 真的不能补钙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我 我要重复强调 不可以相信我讲的任何一句话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我哪时候会有偏差 所以大家应该以科学精神多方认证 所以我不是说我讲的话不要听 不要完全相信 你多从这些具权威性的地方去看 然后去思考 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对我觉得这个刚刚罗医师讲的这个是非常对的 就是说今天他讲的就是给你一个信息 从他的这个研究当中提供这样的信息 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这个思考 或者从刚刚他提供的网站里面 各种信息总和起来 就是刚刚我觉得那么多人问牛奶问题 因为这个传统观念上 我觉得我旁边很多朋友也都说 喝牛奶好好好 所以因为他们看到了 跟他们的现在脑子里所听到的 最后所看到的有所偏差 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这个 有一个我有个观察 我有个观察非常 我的观察就是到国内那里看到 那个行销啊 五孔不入 所以往往说某某专家说这个好东西 那个好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了 但是合不合适你个人的情况 那个才是问题 如果在美国大家比较有机会 跟一个家庭一生建立关系 一般来说会比较以公正的方式 分析某一个东西对你个人 对你家人好还是不好 很可惜在国内 我们这种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 对 还有微波炉有问题吗 这个可能也比较specific 微波炉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 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就问问题 也就问到这里了 因为这下去 罗伊斯可能会太辛苦了 太累了 这个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罗伊斯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这个讲座 还有这么长时间的各种问题的伟大 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specific 太个性化了以后 也很难去这个很完整的去 因为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们尽量弄一些就是genetic的information 其他的问题就像罗伊斯讲的 他提供了前面很多的网站 很多可以去看的地方 大家可以花时间做更进一步的调研 我觉得今天罗伊斯的主要目的就是炮砖音乐 把他的这个累积其内经验 他所贯彻到的 就是把这个information信息提供给大家 那最终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这个做更 正对自己的情况做更深热的这个了解 就是我觉得罗伊斯刚刚讲的 今天他讲的不是说你一定要follow他 exactly follow他讲的 还是主要的目的是提供这个信息 随后你有从各个方面用更有相当于这个多方面的去了解这个营养跟身体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也是提供从他的一方面提供他的这个信息他的一些想法 那么今天他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啊 给我们讲我们非常感激非常高兴 这个谢谢你罗伊斯 也非常感谢这个校友们的朋友们的参与 那方明你你还有就是说你这类讲句 我不用讲了 你们都讲了 罗伊斯讲的非常精彩 时间也很迟了 两个半小时了 今天已经是两个多小时 两个半过两个半了啊 非常感谢 对对对 感谢那个卢卢卫长那个主持 感谢罗伊斯花了这么多时间准备精彩的演讲 对非常好非常好 我们以后继续在交流 那么我那微信上面有的 有的以后有问题你们继续在哪里问 我们会组织不同 大家这个可以嫁到那个群里面去啊 就是说 假如说大家没有嫁到群的 那我我把这个 对可以二位吗 扫描 扫到群里面去有什么问题 倒是可以在上面问呀 继续交流就行了 继续交流呀 所以我们这次非常感谢这个罗伊斯呢 啊你你里面有几张图我看了很清晰 包括安徽洪春呢 那两张都拍了非常漂亮 谢谢会长 谢谢方明给我这个机会 啊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讯息 啊帮助国内的亲人都了解 让让大家更有希望 所以我我把这个视频到时候弄下来以后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啊 当然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